你去LV或什麼 你大概一次買都買多少錢 我都不知道欸 就每次結賬完都是百萬位數的 我來看一下威力平常開什麼車 這種破車我們先不要去寫 OK 保持錢是破車嗎 沒有真的是 就是一直有買普通的車而已 這個音響好像蠻厲害的是不是 D&O的音響 我們家是一組 然後還有天空環繞 應該一兩百萬要吧 家裡裝潢大概花多少錢 差不多一千出左右 軟裝加硬裝 當初就被網友們說什麼 我們家可能兩百萬 這樣子怎麼可能兩百萬 欸 欲哭無淚 其實這個也不是我家啦 這就是我一個度假的家 因為精品太多了 然後我就想說 欸就把它擺來這邊這樣 客房 那你客房放什麼 客房我不知道欸 放什麼 沒有看到嗎 有 各位 這個床至少一千萬就這樣 Yeah 我是小哥哥愛語 最愛你 今天開箱的這個主人呢 他的來歷非常厲害 我簡單跟大家講 他的雙十一 欸你覺得雙十一做多少錢 算厲害 一二二 百萬 百萬 人家雙十一做了兩億 重點是他一個人 你覺得厲害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很好奇 這樣的人 大概過什麼樣的生活 哈囉 嗨 小哥哥愛你 這一位就是我們的 今天的男主人 威力 這個是在他樓嗎 然後人家說東西放那麼多 這個是 對因為每天送來這種東西 真的太多了 這都是我自己買的 但是有一些是品牌送的 然後買完就很懶得整理這樣 你去LV或什麼 你大概一次買都買多少錢 我不知道欸 就每次結賬完都是百萬位數的 我來看一下威力 平常開什麼車 這種 這種破車 我們先不要去寫 OK 保時捷是破車嗎 沒有 真的是 就是你覺得很普通的車而已 保時捷很破嗎 不會 沒有 你不要亂講 沒有 我就是覺得自己的車真的沒有很好 我不敢拿出來講 這個觀音感覺滿莊嚴的 這個就是 那時候去韓幣樓住的時候買回來的 差不多十幾萬要吧 這個音響好像滿厲害的是不是 D&O的音響 我們家是一組 然後還有天空環繞 然後再加那幾對 然後那裡還有一個石頭的音響 那裡還有一個 喔石頭 超多人家都有的 我家就沒有 那不知道 應該一兩百萬要吧 應該很少看到有人家裡面 會用這麼大便的木皮吧 天花板是真的沒有 因為全部都是我自己用的 它這個木皮我就覺得貼下去滿美的 家裡裝潢大概花多少錢 差不多一千出左右 軟裝加硬裝 當初就被網友們說什麼 我們家怎麼兩百萬 這樣子怎麼可能兩百萬 欸 欲哭無淚 其實這個也不是我家啦 這就是我一個度假的家 因為精品太多了 然後我就想說 欸就把它擺來這邊這樣 這是垃圾桶 這是義大利的一個垃圾桶 這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就是 然後我跟你講它上面還可以這樣子 就這樣子 壓下去這樣子 壓下去要幹嘛 我不知道 這個是Cucci的嗎 這是狗狗的碗 我們下面還有愛馬仕的 再愛馬仕的碗 那個狗碗 那是Cucci的蠟燭 我一次買了三個 在那裡那個角落也有 我很喜歡家裡面就是有一點 連貫性 就是有時候你客人會在這個地方 看到這樣東西 然後會再去看到那裡 看到那樣東西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記憶點 你看就是它這裡會有這個LV的蠟燭 然後那個蠟蠶狗就是 那個蠟蠶狗就是很可愛 這樣 OK那現在來到我們的主臥 然後這是老虎系列的印箱 然後這是那個Tiffani送的禮物 然後你們看就是Cucci的那個 經典的那個限量的盤子 然後再加一個 我還有它的一個零製品的鍋罩 那個LV的那個中秋節禮物 Depicture的倒數月曆 然後這裡還有Chanel的倒數月曆 愛馬仕送的遊戲組 Henry的拍立得 真的可以拍 可以啊它真的可以拍 Cucci的溜溜球 Chanel的 喔 我跟你講它這個設計不良啊 你看它這個這麼的重 然後給我們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我手第一天骨折 這次真的很重 這個手指會斷掉 真的耶 然後你猜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猜一下給你100萬 包包 帽子 不是 椰子 如果不是給你們看一下 LV的啞鈴 誰他XX會買這個啞鈴 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其實你買衣服買到包包 買到最後其實你已經都是買 不知道買什麼的 對不到買什麼的 你應該要養狗狗對不對 對 狗狗的被子 H牌的 我跟你講這不夠看 你要看這個 Cucci 我超愛買Cucci的衣服給大家穿 它的項圈都是每個精品系列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墨鏡啊 AirPod的 你看 這是在HELLO嗎 那你的AirPod咧 我沒有AirPod 屁啦真的假的 天啊 我喜歡用傳統有限的耳機 那你買這幹嘛啊 你不等我 愛馬仕的歌劇宴系列 你看 這很可愛 喔 喔 就我的飾品有的沒有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條跟這條一樣 欸對 為什麼 買東西買到就終於忘記自己 喔你已經 喔你忘記有買過是不是 我有一個好朋友墨鏡買三隻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再重複買 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嗎 貧窮限制的我的想像 我跟你講 喬哥愛理不誇張 我的外套起碼了一兩百件 而且是精品 這個牌子的坦子都出現了 對 愛馬仕的坦子 對啊 那個是LV的音響對不對 對 這是LV的飛碟音響 音響 LV的藍牙音響 對 那個 LV的藍牙音響 然後愛馬仕的飼料床 這一棟這樣加一個陽台要加多少錢 好幾百萬吧 四五百萬 應該差不多要喔 實際的數字完全忘記了 但是這個就是要加錢的陽台 對啊 因為這個很適合家裡烤肉啊還是什麼 對啊 很舒服 對 那我問一下 你這個床多少錢 這應該有百萬喔 就百萬比幾名床 怎麼拍子 這是單譜的 你就是睡下去它就在裡面了 那我睡下一百萬的床 而且我跟你講你看它還可以這樣是這樣 它可以 對 一百萬 我跟你講你還可以這樣潰咖 它的腳也可以起來喔 對 可是我很喜歡穿了一個LORAL PIANA的衣服 然後它送我的那個明信片 我買超多它的衣服 它的衣服就是一件這樣子素色的衣服 但是你會完全看不出來它是明牌這樣 而且它就是這個 欸 它真的超素的耶 其實我很喜歡穿沒有LOGO的東西 這好像七八萬還是五六萬吧 我忘記了 我就包色 對然後我買到它也是會送我很多精品的小禮物這樣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國外的牌子 都做音響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買了一對看電視嘛 有一次啊 我跟你們講一打開電視的時候 所有的樓上住戶都醒來了 超大聲 太大聲 所以就留這一支 然後另一支搬去別人家 所以這個音效很好 非常的好 滿震撼的這樣 這支多少錢啊 十幾萬要吧 客房 對 那你客房放什麼 客房我不知道耶 放什麼 沒有看到嗎 有 這也太扯了吧 有了 他今天這一集吃他最激動的時候 所以你很喜歡這個牌子 對 這是夢想耶 怎麼那麼大 原來他剛剛看了前面那麼多系列 然後他都沒有像現在這麼驚訝 你真的很扯耶 你看看這個也很可愛 好可愛喔 對 女生看包包就是看到比男生還要高興 我覺得很適合他耶 你看很美 就很有質感的 所以這個是買不到是不是 Jumbo系列在台灣非常難買 這個好看耶 這個好看耶 你看 他很明顯耶 這個他就還好 你看他就 這個也很 你到底 你很誇張耶 這個你全部的包都放在這裡 沒有 沒有全部 還有另外一個夾 你忘了嗎 我記得 除了這裡的包之外 他每一個箱子裡面還有包包耶 你到底買幾個包喔 買完就是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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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這好適合你喔 你看他 真的很可愛 很適合你 而且又欺比的 天啊 很適合他 真的 你懂女生耶 你懂女生都喜歡什麼 真的 你可以 這很貴 一台國產車或進口車的錢吧 很貴 很貴 七十幾左右 七八十要 這裡的包包要不要一千萬 他就不值吧 其實我搞不清楚耶 其實我跟你講 我的包包算 台中還好而已 比我厲害的人太多了 各位 這個床至少一千萬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家裡是你度假用的 對 是度假的 然後可能朋友來這樣子招待他們 對對對 你還有另外一個家 那你為什麼不帶我們去另外一個家 你不是說你要看珍奇異品嗎 你那時候跟我講的是這樣 我就想說 珍奇異品在這一間 另外一間的東西它是比較水比較貴的 這間的東西是比較玩味跟比較特別的景色 這這裡不貴嗎 這這不貴嗎 這真的還好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比較貴重的東西 比如說貴重的點是什麼 就像是比較包包 然後像Chanel的珠寶盒 收藏家系列的東西 或者是特殊皮的系列的東西 像是手錶收藏品 有一些送的禮物啊 外套跟衣服 還有所有的鞋子 因為鞋子總不可能就只有那些人 那些還沒... 那才幾雙而已 那裡差不多四五十雙而已耶 蛤 蛤 你那幾雙鞋 超不知道 有沒有上百雙 上百雙絕對有 我只有兩雙鞋 你只有兩雙鞋 好啦我送你啊 我送你啊 你還趁機的時候就跟他說 我說什麼 他就會送你 你就一直說好美好美 我就送你了